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听过最美的音乐 是树叶风中演奏 静下来可以听得到 看过最美的一幕 情人到老海牵着手 爱到天荒地老 看看身边的故事 欣赏一切真伤美 说说理想心事 欣赏了意义回味 简单却有意思 像清早方向气味 轻松一点 别走位 不必太多点缀 把生活点滴细微 平淡最美 Sweet Sweet Love 平淡最美 Sweet Sweet Love 非常喜欢这首 赵芬妮所唱的 Sweet Sweet Life 甜美生活 我是天天 非常欢迎你收听 天使艳未眠 你的生活甜美吗 你觉得你的生活 过得好不好呢 其实我发觉 觉得自己生活好不好 有一个很大的决定点 是在于我们的眼光 如何去看待我们的生活 所以有人说 生活过得好不好 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说他有一个心境的同事 常常啊愁眉苦脸 因为他觉得自己面对 好多那种傲凯 傲凯就是不太好的客户 那每次他遇到不好的客户 心里面不高兴的时候 他就在笔记本上 写一个苦字 想说呢 写苦字啊 抒发一下 但没想到发现啊 哇 笔记本上面 一个月下来 写了好多的苦字 越写 他的心反而更苦 后来呢 我的朋友鼓励他说 哎呀 你不要写苦嘛 不然呢 你下次啊 你写忍字 忍耐的人 而当你遇到 还不错的客户 你跟他算是沟通的 还蛮愉快的 你就把那个忍字呢 杠掉 然后在旁边呢 你就写上 喜乐的喜 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这么一个月之后啊 他那个同事就说 他翻开笔记本啊 不再看见苦字 而且发现 曾经写过的忍字呢 一个一个被杠掉了 倒是多出了好几个喜乐的喜字 所以他现在的生活啊 他就觉得自己过得很不一样 所以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生活过得快不快乐 甜不甜美 其实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哦 好今天呢 我要和你分享的单元是 空中留言板 我们的好朋友Apple 要跟我们谈谈 无光晚餐part 2 这个part 2 他会有什么新的体会呢 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无光晚餐part 2 就在快忘记 曾经和姐姐 共度黑暗晚餐自己 信寄到了 无光晚餐 原是让人想在吃完饭后 还会念念不忘这家餐厅 因为 还有一封信没寄到 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好 毕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餐厅里 吃饭 吃完饭还写信 人生中应该不会再有 第二次经验了 用手吃饭 请带上夜视镜的服务员 确认我盘子里 是不是还有食物 回想起来 这一切还蛮有趣的 如果它稍微好吃一点 价钱再亲民一些 或许 我会别上他们的纪念章 再去体验一次 还记得吃完隔几天 没多久 就到另外一家日本料理吃饭 我和店长 师傅 服务生 大聊 无光晚餐 虽然我抱怨食物居多 但最后大家都还是去吃了 这是一个成功的行销手法 对吧 因为不管好坏 只要被讨论 有话题 就是广告 广告 就会有影响力 会有着无形的力量 有人说 无名小卒 从来不会被讨论 也有人根本不在意 被讨论中的主角 被说成正面还是负面 毕竟 谁都可以不经思考的 给出自己对于事件 或是人的看法 就算当了同事多年 也不一定能真正了解一个人 成了十几年的朋友 也能轻易翻脸 就更别提家人了 好了 别再往负面的地方想了 在今天这样的时刻 收到这封信 心情非常的好 谢谢无光晚餐的用心 虽然料理不是挺美味的 但创意 诚意 都令人感动 非常谢谢Apple的分享 无光晚餐真是有趣啊 虽然餐点可能没有这么的新奇 或是多么的好吃 可是吃东西的方式 却很有创意 所以我想这是无光晚餐呢 最重要的卖点啊 因此有人说呢 去无光晚餐啊 吃一顿饭下来 感觉像是心灵饗宴 不是美食聚会哦 而是心灵饗宴 无光晚餐虽然充满创意 但是总会有它不完美的地方 就看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咯 我也想到啊 有一个作家叫杰夫肯尼 他写了一本书 《葛瑞的九日记》 他说小时候 自己是很不完美的小孩 现在仍然不完美 可是呢 因为他把生活中很多逗趣 很糗的事情 创作成书 反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 我们的生活 或者我们的人生 或许不完美 但并不代表 它就不美 不完美 跟不美 是有差别的 多看看我们生活当中 美的部分吧 在不完美的里面 我们会有更多的体会 也能够学习用创意 用智慧的方式 来看待我们的生活 你说是吧 祝福你平安喜乐咯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